车辆往前行驶本来开得好好的 这时候一名男子从中央分隔岛走出来 直接横跃马路他当场遭到撞击 男子整个人重衰在地已经无法动弹 附近民众看到这状况赶紧上前关心 并且打电话报案 热心民众帮男子撑闪 警方以及救护人员10万火机赶到现场 将人送往医院治疗 当下发生撞击 银色箱形车后照镜都撞断了 车身也凹陷 这一起事故发生在九号早上十点多 宜兰撞围乡一九一线道 旁边就是国道五号高架桥 五十九岁的黄姓男驾驶开箱行车 撞到六十六岁的无姓男子 无姓男子伤势严重 送医抢救申告不治 男子平常从事餐饮业 会到这边一间餐厅来拿货 这一回是跟同事一起来 同事说当下男子突然走到分隔岛上 过没多久要走回来就发生了意外 也不知道为何要去分隔岛 穿越马路短短几步的距离 发生事故 亲友得知二号悲痛不已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警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